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做三杯杏鲍菇 那准备哪些食材呢 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当然就是 基本就是杏鲍菇 还有一些调味 我准备了有酱油膏 还有一些糖 那还有姜片 蒜头辣椒 还有九层糖 还有自己家种的葱 把它切成葱段 就是这些东西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 首先我把这个杏鲍菇 把它切一切 我们切滚刀的方式 保留它的水分 好 杏鲍菇我们切好了 那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杏鲍菇 不要放油 就先把它炒一炒 我来开火 然后不要用大火 小火 我们都知道这个杏鲍菇 在炒的时候它中间就会出水 所以也不需要给它加水 只要比较小的火 让它慢慢煎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做到的这个杏鲍菇 我们先把火煎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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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煎。 现在我们在煎的火煎蛋 我们会发现这个杏鲍菇都会慢慢的出水 然后它的味道也慢慢的释放出来 像这样差不多我们就把它装起来 接着我们就在锅里放一些 我是用黑麻油比较香 然后把姜片放下去 我不要开太大 把这个姜片把它爆香 再把蒜头还有辣椒放下去 我们再把刚才炒的那个杏鲍菇放进去 把它过一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米酒 好 酱油膏放下去 是吗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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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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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酱油 稍微拌炒一下就可以 因为这个杏鲍骨本来刚才就有先炒过 也是属于丑的状态 那现在就把一些刚才的葱段放下去 好 还用九层海一起放下去 的方法 炒好了 黃菜起鍋囉 這個就是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三杯杏鮑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